我前两天不是说过吗 就是我去公证处问了一下 公证处可以帮我做这个 同一人证明的公证 对不对 就是证明说要下雨 蜻蜓飞很低 然后就是说 台胞证的阿丹跟这个 身份证的这个 大陆身份证这个阿丹的话 是同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公证 然后呢我有问银行 银行的那个办事人员的话 就是他又问了很多人 然后最后说 这个公证的话是不可以的 他说最好是让我开来 这个出入境的 那我现在就来了 这个沈阳市出入境 我来问一下 然后现在这边的话 对面就是北林公园 我给大家拍一下吧 这个就是北林公园了 哎呦我这里边老大了 这小时候常来玩的地方 努尔哈赤林好像在里面 哎呦我不知道我记错没 这得上保查一下才能再讲了 小时候的记忆 然后这对面的话 就是阳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局 哎我这 哎我这地下这 这怎么回事的 地下这 搬马线划哪去了 妈咱走 凑合走吧 然后这边 哎呦我死了 妈呀快跑了啊 进去问一下 从哪进呢这 下雨了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热 这是从这进 从这进对吗 哦谢谢 哦 咦 要通过这个门 没事啊 他叫了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跳 然后怎么会叫啊 我看看我这个得在几楼 我这个吗 四楼吗 对不对 上四楼啊 这二楼 我应该问一下 我这个是在几楼半呢 这变化都挺多 原来这边都是座位 都是在办那个入台证的 什么港澳台的什么 很久以前的话就是 但凡是去这个港澳台啊 然后这些地方的话 都得在这来办理 后来的话就是各个区 都有办理的点的话 就分散了这边的这个工作压力 要不然真的就是 你什么时候来这边的很多人 呀 现在这个拍照是免费的挺好 以前的话是收费的 哎呀真的 现在免费的 福音机也是免费的了 可以可以啊 这台湾通行证 是我妈我爸来的时候用的吧 对不对 都忘了 办事不找关系 用全不图好处 刚才服务台说 让我来这个12窗口问问看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现在拿的是台湾的身份证 刚才那个窗口说让我去4楼5号窗口问问 但不知道能不能办 他就说让我上去问问 哎妈太闹心了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网友给我的留言 就说他老婆是湖南的还是湖北的 说7月份刚回去办了这个银行 跟这个房产局的这些事情 说人家只提供 注销户籍的那个公证书就可以了 哎呀羡慕死我了 这真的是各地的这个办法 差距太大了 我们这个就 5号窗口我从这边过 5号窗口 窗口的那个警察人工作人员呢 就是态度什么都挺好的 然后我就是把我的事情跟他讲了 就是我现在拿了台湾身份证嘛 我说这个 但是我银行卡信息啊 包括我的房产信息什么的 我说都是这个用大陆身份证办理的 我说我现在上银行的话呢 银行提示我 就是说让我拿一个证明 证明我的身份证的这个阿丹 跟我这个台报证的阿丹是同一个人 然后他就看了我 现在我能提供给他的所有证件 包括以前身份证的照片 然后他就帮我调 调完之后 他说他只能提供我的是 就是他们出入境有的记录嘛 他只能 证明就是 上面也不算证明 他就能提供给我的一些信息的话 其实都是已经过期的信息了 就是我的大陆身份证的信息 还有我原来的那个 大陆的护照 还有大陆的 就是出入境的时候那个证件 那都没有用了 我拿了台湾身份证之后的话 那些证件全部都没有用了 我说这些信息没有用啊 我说他们都已经作废了 就跟我的身份证一样都注销 都注销都没有了对吧 然后他说那他没有办法提供别的 我说可是银行现在要的是 我这个身份证信息 跟我这个台包装信息 是同一个人这样的证明 然后他就说他帮我问一下 然后让我等一等 我现在在外面等了 然后他是说问他们客室 等他们客室 应该是说更高一级别的 像他的主管啊什么之类的 经验更丰富一些的人 看有没有办法开一个什么 所以我在这等啊 期待有好的结果 我已经来了一个小时了 还是没有消息 我的妈呀 我真的好羡慕啊 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网友朋友 不是跟我讲说 他老婆在湖南还是湖北 人家只要注销户籍的公证书 就可以办理银行啊 跟这个房产局这一些 太好了吧 我发现东北什么好像都挺严的 像那个注销户口的话 我们是需要本人回来 好像我也听到其他人说 有可以代办的对不对 其他城市啊 省份什么的 有代办的对不对 沈阳的话是必须要回来 本人过来注销 哎呦我的天呐 真的是各地都不同啊 东北我发现好像比较严格 我这口罩每次都戴歪了吧 然后我自己看影片 我特别想给他挣过来 我再挣一点啊 有强迫症的人的话 是不是看到我戴着歪歪的口罩都疯了呀 我刚才都以为他忘了呢 我想说他是不是忘了这事了 我要不要进去再问他一下 然后刚才他走出来了 那个警察 就是把我的台报证拿去了 然后他就问了一下说 我是怎么去那边的 去那边定居 我说是结婚然后去了那边 我说现在 先是现在沈阳办理的登记 我以为他要管我要那个 他说你把那证给我一下 我说啥证啊 我以为结婚证里面都没带呀 然后他把我台报证拿进去了 他说他看看能帮我办哪种 哎呀等一下 希望有好消息 这个他让我印了一下 我原来的身份证跟 没买呀 咋这么黑呀 身份证然后跟这个 还有什么 我原来大陆身份证 还有我台湾身份证的一些证件 他让我进去填个表格 我跟大家等一下再讲 哎呀 他给我提供那个没啥用啊 我现在印一下我的台报证 好了我办完了 那上面都是我的个人信息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我跟大家讲 这名角人都猛了 这警察就是公安 警察 其实公安就是警察 然后就是人都猛了 说这个银行要的东西 有点为难我了 他说这两个证件一拿 然后注销信息一拿 他说那一看就同一个人呢 那上面不有照片吗 人家那个警察都这么说 然后他现在给我开来 这个的话只能掉档掉到 就是我这个身份证字号 原来我拿过什么证件 像原来我拿了说这个 往来台湾通行证证件号码 然后还有混发日期 这些都有 上面的信息人家就是 他们能查到的信息 他都给我查到了 就列印的挺详细的 然后包括后来就是变更种类 像最后的话 我这个变更是赴台定居 然后签注的号码啊什么的 都有上面就是像之前的话呢 是赴台居留 一开始是居留嘛 然后后来是这个赴台定居 就上面都有 然后加上这个什么日期啊什么的 什么都有 但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出 这是我台胞证上的证件信息 他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我要不要跟他说一下 我说那台胞证也是大陆发给我的呀 我说这 调不到吗 对不对 台胞证不也是出入境给的吗 我去问问去啊 我问问看 没成功啊 我说这个方法就是查一下我台胞证 因为台胞证的话 我那上面写的呢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 然后广东签发的 然后我就跟他看 我说哎我说这个证件也是大陆发的呀 我说你这边能查到吗 然后他查了半天 就是用我的姓名 然后跟身份证查的话 就是我以前那个身份证 只能看到我注销身份证之前的所有的证件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这个台胞证的话 是我注销身份证之后办理的 他们这边完全查不到 他刚才输入我这个台胞证的号码的话 也没有 哎呀警察叔叔都说了 说银行这么难为人吗 然后人家人就服务态度特别好 挺客气的 然后就说 我说那我再上银行问问吧 他说对呀 他说那照片都一样的 这怎么还说不是一个人呢 这不就能证明了吗 然后他说 没事 他说你那边要再需要什么的话 他说你就再过来吧 我的天哪 那也只能这样了 我再上银行问问 然后我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公证处那个他们也不认可 我把警察说 那公证处的比我们这还权威呢 那有法律责任的对不对 他说怎么还能不认呢 我说不知道我不认可 哎呀我的天 然后房产局这个 我说那房产局的呢 那我说要怎么办呢 他说房产局的话 应该是那公证那个可以认可 那我再问问看吧 房产局还得去一趟 好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吧 出入境这块的话 没有开出来 出入境这块的话 出入境这块啥呀 你看多好 人家就跑出来叫我 帮我想招呢 哎呀妈这警察贼好 贼好啊 刚才我那个就是回去之后 他在那我都下到二楼了 他在四楼喊我 然后就是说 那再帮我调一个这什么吧 就是我的出入境记录 说他这边还能帮我调一个这个 他就帮我调了 现在的话就能显示我所有的 就是我从我跟我先生登记结婚 我进入到台湾之后 所有的每一次的出入境 虽然说用的证件都不同 有什么依亲的探亲的 反正就是用了很多证件 但是每一次记录都有 他说这是他能帮我提供的 所有的东西了 那也挺感谢他的 然后他那边的话有一个什么 平分的一个表 就是一个扫码那个 我就给他扫码 然后五颗星 感谢他这样 真的挺好的人 帮了我挺大忙 虽然说没有直接证明说 身份证的那个我 就是台胞证的这个我 但是能把他能给我提供的 全都提供给我 哎呀也算感谢人家 两个来小时了 他也都帮我盖了工帐了 好了 回去了啊 行不行也只能这样的 还不来别的呀 上北陵看一眼呢 哎呀不是老大了 我能 能骑个共享电动车进去不 这我对这里边的印象哈 有一个 我之前带我老公来参观过 有一个皇上用过的 一个厕所的一个旧址 就是能看到那个坑 大概在门口看一眼吧 这个是门票给大家拍一下哈 然后他招龄要门票是40块钱 它是分淡忘记的 然后他现在里边多了一个 林工遗物展门票 以前是没有这一个的 这个我是没见过的 现在招龄啊 跟这个公园我都进去过 哎呀这我妈我爸现在免费啊 70岁以上免费 1米3以下免费 可以可以 学生票 对不对 学生票拿来 然后还有学生票 就这样的 这估计来的可能都是外地人吧 就是早上啊会有一些长者呀 然后到里边来 溜汉冰的啦 唱歌的呀 跳舞的呀 就什么都有 因为这里边是个公园 挺大挺大的 冬天的话有冬泳 哎呀妈冬泳真的 那湖面都结冰了啊 这些人游泳 我家太厉害了 然后哎呀刚才那个 掉了很多资料 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帮帮忙 就个掉这个资料哈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我 我能直接证明说 哎呀这个这个证件号码 跟那个证件号码是同一个人 人家警察也说了 说我们没有这个资格证明啊 我们也就是没有这个证明的 这个能力啊 就不知道你是不是 实话说哈 是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证明挺难的 行了 那就回去了 喜欢带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吧 拜拜喽